因为喜欢创作 即便不是美术系出身 陈彦如依旧决定踏入绘画世界 陈彦如的作品 以两只讨喜可爱的小黄鸟作为主角 她相当喜欢鸟类 并认为鸟类象征着好运 值得一提的是 在陈彦如的作品中 主角们的眼睛并不是真实描绘 而是以钮扣代替 趣味性十足 她希望观众能够抛开现实 回归最单纯的眼光 去欣赏作品 去感受画面中的童趣 这才是陈彦如的初心 在台中的工作室里 养着两只猫咪 它们不仅是陈彦如的宠物 也是她现在绘图的灵感来源 没有领养猫咪之前 陈彦如会外出观察 路人的动作 将它们发生故事事件的一举一动 借在脑海中 回到工作室 再一一描绘其姿态与神韵 有了两只小猫咪后 陈彦如索性以它们作为参考 她觉得画面感跟之前的创作比起来 更为生动 因为这是真实在她面前上演的戏码 创作被陈彦如而言 是一记陶冶身心灵的妙方 没有低潮 只有满满的快乐 毕竟工作的不顺遂 现在她已能释怀 但看过往的不如意 抱着极高的好奇心 探索世界 陈彦如率真感受世界反馈 与她的解答 时邦新闻记者 来一荣台北采访报导